日本8234的动画大师宫崎俊 最近出现在第96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 但没想到他却因为刮掉了他的招牌胡子 让大家认不出来 那很多网友也说他有没有胡子 其实看起来真的差很多 另外来看到的是韩国实况主齐儿妹 之前到台南体验了盐水风炮 他就跑到了路边摊 点了一份100块的大肠包小肠 那很多网友就说这真的实在是太贵了 不过这几天他则是到了小琉球 到当地的海鲜餐厅用餐 我们来看到他点的是三盘鲜蝎 虾子还有鱼卵 那最后结账的时候呢 是只花了650块钱 很多网友也说这真的很便宜 那另外这难道是在霸占名额吗 水霸国家公园转理处他们说 今年武林樱花祭有10支登山队 那原本他们是申请了多日行程 没想到却突然更改为是单日往返 疑似是借着登山住宿 来取得车辆通行证 来这边赏樱花 那管理处也说 他们将几何採处 最严重的话 可以禁止对方入园三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